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炭燃韭菜,我是Noran 拿下時間下午的3點56分 然後我們就緊接著來錄製金的第二部復牌影片 如果說想看關於大盤的分析的話 我就去看第一部 那其實本身內容沒講太多 我覺得我的觀點還是比較著重在 挑選個股上面吧 我覺得這個是 蠻重要的 就是說大盤到底 上漲與下跌 當然對個股本身之間的漲跌一定有一些 關係 但是 又好像沒關係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種心情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的 這部影片的個股 是從TPK KY 然後看到這個 康書 OK那我們就 從這邊下去看吧 OK那就是 3673 OK 那3673其實在這個 我們很久之前的會員個股裡面有 因為本身也是有做單 那 坐在哪邊 其實就是坐在這個地點 坐在這個地點 那時候是 第一次有人問 很感動 希望是有跟著我一起買的 就是這個 4月23啊 4月23 我記得4月23是什麼時候 在 這天吧 4月23 這兩天之間 然後疊下這邊 然後去做金草 然後後面就有拉上去 那目前是拉到了 反正有拉到這一根的高點 差不多也有10%了啦 今天差不多高點 沒有從這邊開始算了 差不多昨天那根就有10%了 所以說我們的 入場點在這裡 那這個入場點其實是 比較簡單一點 你看之前還有在找一些 你看這是一個形態的股 就是說底部是一個這樣子 一個大的W 那這邊是一個小W 然後是W 支撐 所以說那時候有 想 有在這裡去做金草 然後這邊拉出去10% 所以說 目前問我的話 我也只能講說 壓力不確定 壓力是一個問號 不確定在哪邊 然後 昨天跟今天有稍微打到這個位置 先把他當作壓力 有一個人在度突破 壓力不確定 那支撐就在這裡 那接下來呢 如果說他有機會再彎下來的話 肯定也是要 進行一個比較 明顯的直跌訊號 再說了 目前的感受是這樣 然後 他不會是現在 我對於整個盤子的 個股的首選 對還是要這樣講 這之前 我現在 開始念頭一些轉換 所以說之前有佈局做金草 基本上應該是能夠輕鬆的拿這個 也不是很想說輕鬆啦 就是可以安全的拿走 拿走這10% 然後走這樣子 好來看一下這個 聯羽吧 那 聯羽跟下一檔呢 這個我們會員問說 是不是有碰到下山曲線啊 下山曲線是要突破什麼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把我線關掉的話 因為我這條下山曲線 其實他是用 我們再用一次喔 我發現我好像不是用磁吸弓 因為這個點在這裡 我貼到這裡看看 如果貼到這裡來 這是兩個點啦 就用磁吸弓的 然後用這一個 射線去畫出來 就是最最最標準的 下山曲線的話呢 是 今天還沒碰到 然後 以目前看起來是稍微有一種 底底高的感覺啦 稍微有一點底底高的感覺 所以說 老實講啊 以這樣的格局來看 是不錯的 這就是一個 不是那種平底的那一種 三角收斂 而是那種 底底高的三角收斂 當然 底底高三角收斂呢 他畢竟還是三角收斂 所以說 整體上行情 就是 一定是拉到下山曲線先賣 或者你不賣 你就是要賭他能夠突破 這樣子 好的 目前的感受應該還是這樣子 然後 個人覺得啦 如果說現在呢 完全空手的人 還是去等待 看他們去砸下來 或者說看他們去突破 那當然突破 目前這個地方 我只能說 應該是壓力 有一個人壓力在這裡 目前我是看 像比較多根 碰到的一個位置 大概算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 都可以啦 這個位置 可能是會形成壓力 那有可能壓力其實是在高點 對 所以說 這邊還沒辦法去做一個check 我不知道壓力到底在哪邊 就像他突破了 他真的哪一根 哪一天真的是 10%突破了 那他在回撤的時候 我會建議 是在等待的一兩天 然後等他確立 回撤到某個位置 再去做進場 目前來說 他算是一個高檔的一個震盪 那 他如果說跌破就會來到了下一層 然後如果說真的來到下一層的話 我就會直接把他淘汰掉 因為他整個就是走弱 那如果說是破線之後拉回的話 那是一樣繼續保留 但是如果說他直接 當破了之後慢慢跌跌跌跌到這個地方來 那就沒吸暢了 我們目前的感受是這樣子 那稍微看他成交量 成交量其實在這邊 是之前的出貨 然後沒有拉上去 然後 所以說他的高點 如果說阻力 真的有心要拉的話 他只要越過這邊的高點 所以我們前面大概畫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 他只要越過這根的高點出貨了 那其實就沒什麼問題 我是覺得如果阻力願意拉的話 應該是 可以蠻簡單的拉過去 當然就還是要看阻力願不願意嘛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榮鋼 那榮鋼基本上也是被壓下去之前的一個位置 那基本上也還是 被壓制住了 就很明顯 很明顯 而且是剛好有個 1 2 3 今天應該算是3啦 還沒辦法 還沒辦法突破 那一樣這種只能等待突破 你也不能說些什麼 只能說 看你是有 比如說三張你先賣一張 三張賣兩張 那 看你想要往上走的情緒多大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感覺是 如果說你前面是有賺錢的話 是 在這個位置稍微去 減碼一點 然後再 或是說不減碼都沒關係 只是你要知道說 這一筆單如果說真的在 碰到線上去線然後往下走 甚至是破線的話 你要知道自己是衝在哪裡 那這個錯你也覺得有關係還是沒關係 因為你要想 你錯了 你停損了 但是如果說他真的往上拉呢 對不對 你要去想 想像一下那種感覺 當然我會比較建議是 資金少的人還是先保護好自己的資金 然後慢慢去賺錢 我覺得會比較OK一點 對 你真的還是要提句 沒有非賣不可得 個股 所以目前下降曲線其實都 兩檔很接近 那 你說這兩檔的位置 我都覺得一定是之前 有已經要有買的人 現在要坐進場我覺得都有點太晚了這樣子 OK 那這個4月13呢 破前滴 破前滴 那這邊打說不是標準的破敵 是我自己打 那其實他 這邊有手啦 這邊有手然後看一下下面這一根 如果都去坐進場的話 其實還是能夠拉到這一段 還是能夠拉到這一段 那目前看起來他就是我 我會想要去淘汰掉的一些個股 我淘汰掉的個股 但 怎麼說呢 對喔 只是說 如果說我的頭部我不看像這一塊 而是看像大一點 我把整個頭部看這個地方的話 目前是還撐住 對 那到底是這樣看OK 還是要看整個大的OK 我是沒有一個 特別的想法 我也不確定說 到底是要看哪個頭部 那當然如果你要拉出一個 看一個形態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頭肩頂了 很明顯頭肩頂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 真的在下破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看起來 沒有要收回去的感覺 所以說 這個地方很糾結 我不知道他到底 是要做什麼 這一根 如果說這一根是像這個地方一樣 他是能夠收回去 雖然是下體但是收回去的話 那倒我覺得還OK 但是呢 他目前這邊這個糾結 我覺得非常的不穩定 就是因為是大盤好 然後 還有人撐在這個地方 但是 他終究還是有機會下去 所以目前看起來他 如果真的完成了這個 所謂的大頭部 頭肩頂的話 那就 有機會翻下來一段 那先翻下來一段的話 可能就翻到這個地方吧 我覺得蠻合理的 翻下來這邊 可能就要有機會 如果說配合大盤 真的也是 真的砸盤砸到這裡的話 那 對 再觀察看看吧 我覺得這地方非常危險 我個人 不會想坐進場 我覺得這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險 一看K棒 然後也不像是波底翻的感覺 那加上啦 加上一個點就是 他反彈到這個位置呢 被出貨掉 又再次出貨 在這拉這邊已經亮縮了 是非常好的亮縮 然後爆亮上去 但又被爆亮又下殺 所以有點像是走了那一種 只是這邊有點刻意說 主力就是要壓這一個 就是右肩的感覺 我覺得是這樣的 只是會說 主力是說 我想要做這個頭肩頂 那他就有機會下去 目前看起來是 真的有機會下去一段 OK 那他窗壺吧 窗壺是真的有點 看不太懂 那之前也有說 這檔 就看不太懂 那 目前這個白色的線是短支撐啦 短級別的支撐 那我比較看好還是這一個 這一條線 然後他在這一個結構上呢 爆亮被下殺 爆亮被下殺 這一根也是 禮拜一啦 爆亮被下殺 這是禮拜二啦 爆亮被下殺 就是說 基本上他的壓力區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range 然後 整體上的看法 我會比較把他擺在這個位置 就是壓力的話把他擺在這個位置 但是他 走勢看起來就是有一點樸數迷離啦 像這一種的感覺 有一些 個股就是長這樣子 沒有量的個股長這樣 不然就是 這個 主力可能炒作一波之後丟給賞戶 那賞戶做出來的 這個形態就是會很醜嘛 沒有一些支撐壓力的感覺 那目前這一檔我還是處在一個看不懂的階段 就是如果是我的話 還是不會有興趣啦 目前的看法應該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那如果說我們這邊再貼一條大級別的相關 就先看看如何吧 不確定到底這麼正確啦 不過 我覺得如果說貼張的話 那感覺看起來還有的盤整喔 就是這個地方還有可能 再盤個幾個月都有機會 目前的看法 那成交量是少 確實是真的沒辦法 然後看一下這個靈異吧 那靈異我不曉得 反正呢就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是一個很漂亮的破底翻 這一根啦 這一根 這個位置 那這檔我好像沒有丟進去吧 我記得我沒有丟 5月1號的時候我丟 那5月1號是什麼時候 5月1號是在這 5月1號是還沒突破之前 那就算啦 就算那時候直接去接的人 直接去接這一個直升的人 應該也是不會被洗掉啦 所以 就恭喜啦 如果說你有做進場的話 就真的恭喜 因為盡量拉18嘛 所以說這邊是5月1號的獎 這個就是 我前一部影片喔 真的沒有苦爛 就是說 就是找一些 強勢類股 那目前噴出去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講 反正呢就是 你低成本的話你可以照著五輪均線 他 有可能直接一根棒棒然後下來這樣子 那你也有機會啦 我們就是說 我拉上去可能是10%賣 那如果說你昨天這根錢高沒有賣掉 今天是幸運開在這個地方 那可能就是拉出去 4%賣 那拉出去這裡應該也15%啦 賣掉之後賣掉一點點啊 剩下就持續放 那你可以慢慢賣掉最小單位 就是 看你 因為我不知道每個人的成本 每個人的金額 每個人的張數有多少 你有100張搞不好你最後可能剩下20張嘛 那你有10張你最後可以剩下2張之類的 看自己怎麼去判斷 那目前就看能不能夠守住 然後延續了這一波紅情這樣子 好那這個迅舟基本上應該也是一個 我完全 你給我錢我一樣 我為什麼拿去買雞排吃的一檔個股 這一檔 這個有點 當機喔 我們看這邊 整理一下 OK 那一樣喔 我還是蠻唾氣這一檔啦 我目前還是蠻唾氣這檔 那這檔對於我來說啦 他當然有可能會慢慢的轉好 但是 整體上我個人覺得啦 我會比較期待的是 我不會期待去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抄底 我直接抄到底部 S5塊超厲害 然後最後可能有機會拉上去 我會比較期待的是他目前這個向上趨勢線 最後被突破掉 有沒有機會 感覺上還是有啦 畢竟他跌破之後他還是有拉回 但是他目前也沒有人在做這檔個股 那加上可能最近的網通股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 就是有人在做討論吧 什麼奇蹟啊 光雷啊 那神准今天剛剛上一部影片 看一下他還是被壓下去 其實網通類股好像 在近期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啦 那在去年比較有 所以說這一檔個人覺得 如果說真的是我的話 還是會持續做觀察 但是持續觀察到 他不跌破 那你要提早布局什麼 都沒有意見喔 然後以這根跌破當停損點 14.75當停損點 沒什麼差 但是個人覺得他這個時間成本 靠在這裡可能靠太久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突破 這件事情 對那 我不如等待他突破再來看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你參考看看喔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光陽 山陽光夜 山陽光夜也是 一檔往上噴的個股 對喔之前很早 我之前在這個地方講 但是其實 這個地方講啊 現在我自己眼裡看起來 我覺得他非常的 這個位置 進場非常的糟糕 因為 因為應該說突破這一層在做進場 對我覺得現在 之前那個進場也非常的糟糕 但後來這邊其實有講過一次 不過 我看一下什麼時候講 我那時候也是說等待破敵翻啦 5月3號跟5月10號 4月3也有放進去 我們看4月3什麼時候 4月3是在這裡啦 然後說說 你可以直接考慮 我那時候說破敵翻啦 那5月3號這個地方突破的時候也 應該也是說等值我破敵翻 所以 如果說在等待的人 應該基本上這個位置 是沒有辦法做進場的 我不像剛剛的01 01還有X1跟下引線 然後他才往上走 所以說這一檔目前 我覺得你一樣啦 就拉出10%賣 那沿著5日均線賣 這樣子 就是說 你拉高呢就是移動停利 然後停利到你 覺得 你不想再賣啦 保留一些基本的部位 我覺得 拉出去的個股 你都要有保留一些部分 就是你有一些成本 你有一些資金就是放在這個 比較長遠期 因為你不曉得 搞不好他60幾塊 真的有機會到100 他真的有機會到80 真的有機會到100 沒有人知道他價格到底會到多少 就看主力在這邊 然後 目前 這樣的個股 就在上面畫一個頭部 還是畫支撐 這個都沒辦法看 真的沿著均線去做操作 這樣子 OK那我們還要兩檔 我們看一下這個金城 6214 OK那 問我這一種的 你是想逼死我是吧 我這種我就沒辦法講 這種我要怎麼講 因為我本身就畫支撐壓力的 這個很難講 那以今天的K棒看起來是有點醜啦 我們先把他灌上他是除了OK啦 然後有這一檔就抱歉 因為 目前只能看出來 就是因為平常成交欄就是大概500 500-100 500-50 反正就是不多啦 都1000張以上 然後突然這邊開始跳空有人在炒作嘛 有力道進來 然後慢慢的拉拉慢慢拉 然後目前看起來是這個 這個92塊看起來是有一個主力喜歡這個數字 然後在這地方有壓盤 最後還是選擇去突破啦 突破了在今天呢 有點刻意去爆 爆出比平常的量還 比 不是以平常的量 以這個 進來的量的兩倍啊 這邊是兩倍 這邊拉上來是兩倍的量 所以說然後收一根這種流星錘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是倒太好的一個結構 結構上看起來不會倒太好 那以這種5分K看起來呢 看起來看似還OK啦 看似還OK 然後要看開盤吧 如果說明天開盤不行 然後這5分K就這樣下完 那如果開盤開低的話 就有機會下去 開高呢 這還是有機會下去 開這裡是最好的啦 開這裡呢 可能就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不過如果說真的要做這5分K的話 我會裡面等待 有一些破底翻我再去做 但以結構 一用日K看的結構的話 它只是一個出貨結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這個 6282 然後這個 會員問的問題呢 也是我想問的問題 他問說 這個位置呢 要等破底翻 再做進場 還是說直接做進場 對那我個人給他的答案 就是說 我不知道 對因為其實我之前講過 他就是一個機率性的問題 如果你等破底翻 是增加你的勝率 那有可能買不到 對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有點把 你要不要做進場 這東西又拋給我 但我沒辦法去決定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你要自己去決定 自己去做感受 所以 我再把這個問題丟給你 我覺得你都自己去做進場 反正呢 這個白色線 這個支撐 這個壓力 大概41.3 這位置就交給你 這個地方就是 我認為的支撐 那曾經呢 他被跌破 現在又回來 然後還有帶一些量 所以說量 這個量沒辦法跟這個除貨結去比啦 但是 他確實這樣回來 那你問我這個問題 有點把 就是 我只能講他自己機率性的問題 你要等 你要等 可以 你不等 也可以 但我建議先等一根啦 就建議是先等一根 或者是說 你真的會怕 你就是把你的資金去減碼嘛 你覺得說你心中有些疑慮的話 你原來要把10張打進去 我再打個兩三張 最終虧損 真的疊下來虧損 或說真的 明天真的殺下了一根 他沒有去做 直穩的這個動作的話 那 你還是覺得說 還好我就下兩張張 那如果說明天直接噴發出去 你也說還好我在尾盤的時候有進等上張 這是那一種資金上的配置的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還是交給你自己去做決定吧 我這邊就不做決定 因為 我不知道哪樣子比較好 因為他就是一個 突破後的 跌破再拉回來的 這樣的破體翻 他是這樣子的破體翻 對 那如果說是 像是我這邊切給你看 我們剛才講說是 這樣子 跌破再拉回來的破體翻 直接去做進場 OK嗎 OK啊 因為這裡就是破體翻回來了 是一個很大結構的破體翻 這樣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邊最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 比特幣 現在的比特幣 我們把 把線呢 都上一張 不要畫那麼複雜 OK 好那我們就主要看這一層跟這一層 我們看這一層跟這一層 這一層是一個M頭嘛 我把他畫得漂亮一點 因為這邊剛好就一個很好的位置 跟大家做解釋 這邊是一個M頭 這邊又反壓下來 對 那 這個點呢 對我就問你嘛 這個點 突破 拉回來 做破體翻 這邊 你就想像這一根 今天呢 半夜三點 三點的這一根就是 今天的康書的日線 那 你要等 跌破 突破了 明明要上去 沒有 跌破下來 再做一個破體翻 不上去再做一個破體翻 所以說他是一個 破體翻的破體翻啦 那 現在要拉回來嘛 所以說這個是破體翻的破體翻 這邊就是一個 很好的七七點嘛 他讓這邊的人呢 再去做空 之後再把這些人再打空 所以說這個問題我還是交給你 如果說你有來做加密貨幣的話 你或許會每一個點都想要等 破體翻的 破體翻 但你也可以把 這邊完全不看 這邊 剛剛我們講看錯左側的高點不看 你就只關注這地方 喔又再一次突破 那我等到一個破體翻 所以他沒有一個任何的一個 點說他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之前的方法是 再支撐線去做單 停損抓這裡 那我獲利能夠拉出去 那我可以做單 我之前放是這樣子 但是 加上禮拜四曾被嚇到 就是一個行情不好 哇 五六檔全部停損 所以我忽然覺得說 因為那一天是進了很多那種 突破後的回收 剛好在禮拜四 我禮拜三呢 抓了一堆這個 會員個股 然後禮拜四全部 砰 全部爆 全部爆跳 五六檔全部爆掉 然後就 那 不如是等待 像這樣子 有一根這樣子的一個線 那你看喔 有這一根這樣的線呢 他最後還是跌下來嘛 還是跌下來 所以說 我之前講說 做空做多都一樣啦 因為這裡確實又是 你要看的話也是一個M頭 那這邊又跌破 所以你在這地方選擇做 應該說 你突破 來來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會多空雙開的人 就是會這樣 會有這樣的情況 好 突破了之後 你去選擇這地方做多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然後做多之後 這根掉下來 你被打停損 你被打停損 然後你選擇在那邊做空 做空之後又被嘎上去 這有沒有發生過 我自己都發生過 所以說沒有一定的答案 真的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你不要想著去做空 你去想著做多就好了 對那 加密貨幣市場 我目前還沒有摸到非常透徹 不過我還是以 做多為基準 我個人還是以做多為基準 對 那他這邊呢 就是技術分析上了 你的技術再更高階一點 OK那我們今天的這部 第二部影片到這邊 我待會再來錄製第三部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是什麼 其實 我們下